Long and 哈囉大家好,我是副專業、開箱總統 我們今天要來開索隆的4把名號 但在開箱之前,我也要先介紹一下好學長好朋友 他是學長葉悅 嗨大家好 大家好 就這樣嗎 不管怎麼樣 長一點 長一點喔 已經夠長了 已經夠長了 眼不見為憑 眼不見為憑 好不要 我要變補導集 要補導集嗎 那到時候我要分集一下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就直接開始了 好那我們現在是來介紹索隆 他的剛出道 剛出道 處女秀的地板 叫兒道一文字 跟後面拿到的黑道修索 兒道一文字 他全部是白色的 他的刀鞘還有刀柄 基本上全部都是以白身為底的配色 所以其實這把我覺得還蠻不特別的 有啊 剛剛稍微看了一下他的刀身 就先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這是他的刀身 就跟一般的武士刀片一樣 就很樸素啊 就有人講過 假如說這把刀被放在其他的刀鞘裡面 或是爛的刀鞘裡面的話 根本不會有人發現說他是一把 密刀 對 對 比起我們剛一開始看到那把紅色的鬼側 對 就差很多啦 那再來就是說他的那個 這個東西怎麼樣 刀鱷 刀鱷 他的刀鱷沒有很特別 就會被冰刀鱷 就會被冰刀鱷 材質一樣是鋼 那這個材質一定是鋼啊 不會是塑膠啦 不然你怎麼砍榴槟 哈哈 他的刀 刀鞘 一樣就是木頭的 木頭的 不要這樣 沒關係 斷了就再買一把 好 那我們就先把它收起來 那以上這支合道一文字 好再來是我們的黑刀秋水 那黑刀秋水在 我們很多人 就是 心目中 其實算是人氣蠻高的一把 就 造型就先離一半了啦 你看看這一把 看這一把 看這一把 人家是辣椒逼雞腿 對啊 所以 其實 大家都還是喜歡 設計比較 好看一點的刀子 對 好那我們就 介紹吧 開給大家看一下 他整個都是 刀身是黑色 那他有一個類似 這算是家紋嗎 家灰 家灰 就是像 日本時期 支聯信長的那種家灰 對對對 那你不喜歡支聯信長 我記得你喜歡伊達正宗 伊達正宗的那種家灰 好那 打開吧 打開你就會發現 他真的就是 黑到秋水 講給我嗎 對啊 他以黑色為底 然後 紅色的 紋路為服 所以可以體現出這把 這個刀身很漂亮 嗯 嗯 可是 這個刀身 還是比較適合鬼側吧 對 以剛剛那樣子來看 我覺得比較適合 鬼側 我覺得他是比較 適合 如果以刀身 跟刀身互換 對對對 你鬼側這樣打開一次 看到這種刀身 你會覺得 就覺得不會有意外 好 就是 就是剛剛好 對 對 所以為了要證實 是不是剛剛好 那我們就把鬼側的刀鞘拿過來吧 並沒有吧 沒有啊 沒有 這樣子阻止我了 黑到秋水沒有很風力 秋水沒有很風力 對我記得 因為那時候好像 我本身是 不是 不是很愛看海間網 你以為我喜歡 對 那你找我來開這個幹嘛 因為帥啊 蛤 對 我只是因為帥 所以才 買起來 讓大家 開箱給大家看 對 那我們 稍微來 克服一下這把刀 因為 我一直看到兩年後 這把刀應該是 就是在 合治國的時候拿刀 但是 合治國其實算 蠻後面的封章喔 那我個人是 只有看到 之前那個 香氣師被 他們家族 王駕 然後後面就沒有看了 對 那我們就把手機拿出來 他秋水算是 印度裡面最強的黑刀 然後他裡面的 說明是說 恐龍踩下去 也不會彎曲一毫米 就是說 他很隱空踩下去 他也不會 不會 不會斷的意思 喔 那他曾經是 掌龍劍桃 龍馬的配套 所以他 所以他還是 魔略人 那 所以他又被叫龍馬桃 那他是在 合治國跟龍馬大戰的時候 對 然後龍馬將秋水拿給鎖 龍馬 龍馬不是拿王秋拍的 不是那個龍馬 這是我 這是我要放BGM的 好的 那我們科普 科普RB 不過基本上 因為 我們不是很了解 我們基本上就是 以不專業的 不專業好玩的方式來跟大家開箱 其實大家如果有一些更專業的 推增底下 推增底下 對 推增底下 可以幫我訂閱 我是阿豪 他是爺爺 拜拜 拜拜 摸到畫面嗎 呵呵 你舉這種 這種也可以放在前面 或實在的 你開始拍了嗎 拍了 我拍了 好了沒 所以都要放這樣子 帥 這麼大 什麼這麼大 不行 這個 我們的頻道 是普遍級的 不可以這樣 我們這個下去可能要變輔導機 不會 對 那他曾經是 掌龍劍頭 龍馬的配套 所以他 掌過龍喔 呃 所以他還是 魔獵人 幫幫幫幫 幫幫幫幫 幫幫幫